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就有这么一个职业 叫做猫王模仿者 不过像菲尔厄班这样的专职猫王模仿者数量没那么多 他住在南卡罗莱纳州首府哥伦比亚 在群州范围内专职干这一行的不到十位 如果接到教会的邀请菲尔也乐意去娱乐信徒们 遇到大型活动他会有两三个帮手 至于说在教会里的小型演出他主要得靠自己 菲尔今年44岁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持续27年 足迹遍布美国各地 菲尔对猫王的热爱早在9岁的时候就已经萌发 他自小就开始收藏各种纪念品 这么多年下来他需要在家里专门布置住一个房间来展示 菲尔因为从事这个特殊职业的缘故还爱上了健身 菲尔这么下苦功夫并没想着转型为史瓦辛格 他只担心扮演猫王的成本太高 菲尔有十几套演出服装 他的演出服装都按照原件纺织 每一样都能找到出处 有些装饰品虽说看着逼真 但和原件的区别还真不小 这条金色腰带搭配上闪亮的蓝色服装 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这条金色腰带搭配上闪亮的蓝色服装 还有女士们的性格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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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条金色腰带搭配上闪亮的蓝色衣服装 这条金色腰带搭配上闪亮的蓝色衣服装 他的嗓子 他的台风 确实跟猫王有几分相似 这是长期艰苦训练的成果 他花费过大力气 来模仿猫王的步伐和体态 猫王的曲子当然从不离口 再赞扮 那像山河流 我会见到你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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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梭子 在婚礼上也不例外 我爱我柔强 我爱我真的 我爱我真的 我我梦都充滅 这只是美麽的歌 这次是一场女孩真的能像她在婚礼上 她的婚礼上 妻子不仅在生活中支持菲尔 援手不够的时候 他也直接在舞台上提供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